这个女人是我们朋友的出轨对象 没想到你比我想象中好看那么一点 谢谢 你也比我想象中更加迷目张大了 都是成年人了 我想你应该知道 爱情不分先来后到 只有爱与不爱 但爱情分礼仪廉耻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 你还挺明白自己的身份的吗 作为范雨晨的前女友 我希望你摆中自己的位置 前女友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不然呢 现在我是范雨晨的女朋友 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她了 想不到她还是主编四龙的嘛 还有两副面孔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的景点 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啊 怪不得 你就说她怎么那么奇怪 这张好看吗 我的宝贝当然好看 那你把它发朋友圈吧 啊 怎么了 我就那么拿不出手吗 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 我朋友圈都是领导客户 发这些不合事 再说了我们公司又要裁员了 我可不能让有心的人抓住不务正业的把柄 哎 那不是范雨晨的车吗 在哪呢 宝贝有加班的 你是带女人加班吧 我就在马路对面 宝贝你误会了 我这不是坚持跑车风车 多赚钱早晚一起回家嘛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要超时了 雨晨 雨晨 去我家的礼品我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咱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啊 啊我知道了 我一会跟你说啊 这女人是谁 就我一朋友 什么朋友他还要跟你回家见父母 其实 他是我前女友 他妈生病了 他去我假扮的男朋友 跟他回家见最后一面 我也是看他可怜才答应的 渣男 我现在就要去找他算账 你现在去找他算账 除了骂他一顿 得不到任何好处 不如我们联手送他一分大礼 毕竟没有人比我们 更了解他 哎 范晨那个六十三爷皮皮大瓜 你看了吗 那是真的假的呀 他长得人吗狗样的 没想到是个渣男 雨晨啊 怎么回事 全村都传遍了 说你出轨了 妈你别这么下去 你这就丢人现眼的日子 谁啊 喂 平时也没看出来 可是这种人 这太了 行而宇宅 时间要管你大师的 烂车了 你的朋友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找到好看的就还好 我刚刚常见了 说你吹鬼了 够了 他妈的有完没完 这么跟我说 我不要没有 跟他不能来上班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 我们是故意的 活该 恭喜我们赶走渣男 您好运 合作愉快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